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下内容 长风破浪总导演泪撒官影会赞王一博干净羞涩有礼貌 3月18日 由王一博、李沁、王阳领贤主演的民国谍战剧长风破浪在京举行媒体超前观影会 在映后互动环节,总导演姚小峰回忆起这个项目的历程 不禁累撒现场,透露为这部剧集筹备了3至5年的时间 聊到男主角王一博的选择长风破浪一众主创都赞不绝口 总导演回忆第一次和王一博见面的情形 夸赞王一博干净、羞涩、有礼貌 总制片人陈芷熙也透露导演第一次见面就非常喜欢王一博 总制片人提到,王一博在剧中有大量台词 而他的表现也超出预期,让人惊喜 他有大量的大段台词戏 每一天我们当时的拍摄压力也很大 基本上他是顶天立地 从第一场到最后一场 在现场从来没有要带剧本来去背台词 或者再温习一遍台词 他每一场戏的台词都是完全拿下 到了现场就和导演讨论人物的内心状态 长风破浪3月18日看片会,观众Ripple新鲜出炉,好评如潮 即将登陆央视的金融谍战大剧长风破浪,3月18日组织看片会 官剧Ripple已经新鲜出炉,不出意外的好评不断 尤其是剧中主演魏若来的扮演者王一博的表现 更是得到了观众极大的肯定 对于王一博主演的魏若来,真的是好评不断 而王一博的演技和台词功力,随着他上映的电影和播出的剧集 也在不断地刷新人们对于这位青年演员的认知 王一博这次的表现首先让人感觉到很不错的一点就是 原生台词 台词功底非常棒,各种情绪递进,一扬顿挫的点都把握得很好 音色也非常符合魏若来这个人物,非常自然有代入感 是那种不会让人有出戏感的原生 人物演绎自然,鲜活,贴切,原生台词功底非常棒 这样的魏若来,很让人放心啊 长风破浪即将播出,王一博的表现值得期待 感谢您观看视频,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